今天我要给你介绍的这本书叫做《大灭绝时代》 它的英文书名叫做《第六次大灭绝》 地球的历史上包括恐龙灭绝在内 一共是经历过五次生物大灭绝 而这本书的作者认为 第六次生物大灭绝 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无声无息地发生着 每隔二十分钟 地球上就有一种生物灭绝 每隔十分钟 一个天安门广场大小的热带雨林 就会从亚马逊河流消失 现在地球上物种灭绝的速度和后果 可能已经在把我们影像和恐龙差不多的命运 而导致这个结局的罪魁祸首 正是我们人类自己 这就是这本《大灭绝时代》想要告诉我们的 这本书是2015年 第99届普利策《非虚构类奖》的获奖作品 它的作者伊丽莎白·科尔波特 是美国《纽约克》杂志的记者 和著名的科普作家 多年来 《科尔波特在全球旅行》 寻访第六次大灭绝的证据 在这本书里 它追溯了物种灭绝 如何在雨林 在海洋 甚至就在你家的后院里发生 这些物种的灭绝中 我们人类扮演了什么角色 它们的离去 又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大灭绝时代》于2014年在美国出版 随即就引起了欧美社会的热议 有评论人士指出 这部重要的作品 足可以跟环保主义开山之作的 寂静的春天相提并论 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华盛顿邮报 经济学人等顶级媒体 也都是把这本书 列进了自己的年度书单 科尔伯特在本书的前言里写道 如果说灭绝是一个令人恐惧的话题 那么大灭绝就更加如此 但同时又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迷人话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生物大灭绝 生物大灭绝呢 指的就是地球生物集中灭绝的事件 判断这大灭绝是否成立 有一个简单的标准 就是在200万年的时间内 有75%的物种都灭绝了 在地球的历史上 一共发生了五次生物大灭绝 第一次生物大灭绝 发生在4.4亿年前 这次大灭绝事件 基本上清空了海洋 大约85%的生物都消失了 曾经遍布地球的三叶虫 在浩劫之后一蹶不振 第二次大灭绝 发生在距今3.65亿年前 整个大灭绝事件 持续了近2000万年 2000万年的时间里 还伴随着多次灭绝的高峰期 竹节石类 万族动物等等都灭绝了 第三次的大灭绝是最为恐怖的 发生在2.5亿年前 二叠季末期 96%的海洋生物 和70%的陆地生物都灭绝了 连许多昆虫都没能躲过 不过打不死的小强 却躲过了这次浩劫 按照不那么严格的标准来看 蟑螂的祖先一共躲过了 四次生物大灭绝 这打不死的小强 确实是名不虚传 那相比较而言 第四次大灭绝的打击面 就小了很多 所以我们提的次数也少 它发生在距今1.85亿年前 当时的地球霸主鳄鱼 遭到了重创 很多种类的鳄鱼都消失了 那第五次大灭绝呢 就是咱们熟悉的恐龙大灭绝 发生在6500万年前的白鳄纪 这也是大部分人 最熟悉的一次大灭绝事件 因为恐龙就是在 这一次大灭绝中消失的 这次大灭绝 也彻底终结了爬行动物 统治地球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对五次生物大灭绝 发生的原因进行梳理 就会发现 每一次的原因都不一样 冰川运动 海洋退却 地球磁场变化 火山爆发 小行星撞击地球等等 都可能导致生物大灭绝 不过呢 不管是什么原因 每一次大灭绝事件 也都呈现出一个基本特点 那就是地球上的生态失衡 它的表现 可能是大气成分 发生明显变化 海平面发生变化 比如说 第一次生物大灭绝的时候 整个海平面是下降了 超过50米 第三次大灭绝呢 则是出现了海平面 大规模上升的现象 生态失衡 会导致一些物种快速的灭绝 那反过来呢 这些物种的灭绝 又会导致新的生态失衡 最终生态系统走向了崩溃 生物大灭绝也就到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 大灭绝时代 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高级生物 存活几率可能不如低级生物 比如说 在第五次大灭绝当中 霸主 恐龙灭绝了 蟑螂 蜻蜓 这些低级生物 却活了下来 好 那在说完前五次大灭绝的共性之后 我们来说一说 为什么我们已经处于第六次大灭绝之中了呢 因为地球的生态系统已经是出现了崩溃的现象 我们现在的生物灭绝的速率已经是比自然状态下的灭绝速度快了一万倍以上 根据科学家的估算 从工业革命开始算计 到2050年 差不多300年的时间 将有至少三分之一的地球物种消失 而我们之前说的生物大灭绝标准 是200万年才灭绝75%的物种 斯坦福大学生态学教授保罗·埃尔利西 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把其他物种推向灭绝的过程中 人类也在忙着剧断自己栖息的那根树枝 人类只是地球生态系统当中的一环 假如整个生态系统崩盘 那么最终人类也难逃灭亡 唯一的区别在于 有的物种早一些灭绝 有的物种晚一些灭绝 那人类究竟做了什么加速了物种灭绝呢 我们先来看三件事 第一件事物种入侵 这个呀 你可能经常从新闻里能听到 比如说什么 美国的河里亚洲鲤鱼泛滥成灾 它们吃掉了大量的浮游生物 导致当地的鱼类因为饥饿而减少 美国人每年要花四五千万美元 来治理这些入侵者 有时候人们把这些事当作笑话来讲 但对于当地的生物来说 哪怕入侵的是一枚小小的真菌 都可能会要了它们的命 巴拿马金蛙 那就是灭绝于不起眼的真菌 巴拿马金蛙 是一种相当漂亮又厉害的生物 它通体金色 浑身都有剧毒 一只金蛙皮肤内的毒素 就可以杀死一千只老鼠 巴拿马人 把金蛙奉为幸运的象征 他们把它印在了彩票上 就连童话故事的插画里 都画着抽着烟斗的金蛙 这些金蛙 在巴拿马原本很常见 仅仅是十几年前 天气好的时候 人们还能在巴拿马中部山林的小溪旁 看见很多很多的金蛙 在岸边晒太阳 可是到了2002年左右呢 人们发现 巴拿马金蛙是越来越少了 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 罪魁祸首是一种叫做 胡君的真君 胡就是水胡的胡 胡君不断感染当地的两栖动物 使得巴拿马金蛙 患上了心肌梗塞 最终导致它在野外的灭绝 那幸存的金蛙 被送进了保护中心 保护人员希望呢 他们有朝一日 能把中心里的宾威物种 放归自然 让他们在自然中重建种群 但对于巴拿马金蛙来说 这不过是个幻想 虽然漂白剂 能杀死胡君 但你怎么对整片森林去消毒呢 更可怕的是 胡君可不止祸害巴拿马金蛙 这一种蛙类 而且它还继续在全世界扩散 胡君是怎么有能力 环游世界的呢 答案不确定 唯一能确定的是 人类在全球范围内的旅行 带来了频繁的物种入侵 本书作者把物种 在全世界的随意迁徙 比作是一场俄罗斯轮盘赌 在俄罗斯轮盘赌当中 两位游戏的参与者 要把一枚子弹随即放入左轮手枪中 然后轮流用枪指着脑袋 抠动扳机 那运气不好的就先吃了子弹 那物种入侵也是这样 进入新大陆的物种 可能由于不适应新环境 或者找不到吃的 那没能活下来繁衍后代 不会带来什么改变 但是活下来的这些物种呢 就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关岛是一个温暖湿润的热带海岛 岛上原本有很多原生的鸟类和蝙蝠 但随着一个狠角色的到来 这些物种是迅速遭了羊 这个狠角色叫棕树蛇 原产于大洋洲 它们也许是在20世纪40年代 跟着人类运载军备物资的轮船 来到关岛的 棕树蛇开始在关岛大量的繁殖 它的种群密度 甚至达到了每100平方米 就有一条蛇的地步 它们把所有能吃的动物都吃了 那等人类反应过来 那已经晚了 岛上原来有三种蝙蝠 现在只残存了一种 而且还处于高度宾威的状态 还有一些关岛独有的鸟类 不是灭绝 就是靠着人类的保护 才得以存续下来 那讲完了物种入侵 我们再来看人类干的第二件事 过度杀戮 地球在不同的时期里 都曾被巨大的生物所占据 比如在白鳄纪 很多恐龙重达几吨 在最后一次冰川期末期 世界各地都有巨兽的身影 比如说孩子们很熟悉的猛马象 剑齿虎 以及每周如齿象 科学家就发现 很多巨兽的灭绝时间 跟人类进入到当地的时间 都非常的巧合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人类要生存 必须占据所在地区生物链的顶端 直白点说 人类不能有天敌 所以早期的人类 大概用了几千年的时间 以团队作战的方式 把威胁人类生存的大型猛兽 都给消灭了 甚至在三万年前 我们还消灭了另一种人类 尼安德特人 早期的人类和其他物种的战争 是你死我亡的生存竞争 但后来 人类对其他的物种大开杀戒 就多少有点抱天天物了 在冰岛西南五十公里处 有一块叫做埃尔德岩的大礁石 这是很多鸟类的栖息地 最后一只大海鹊 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 作者在书中 把大海鹊叫做最初的企鹅 这种大鸟 也好像是穿着黑白色的晚礼服 它们胖乎乎的 长着一双很小的翅膀 和企鹅一样 不会飞 但是却是游泳健将 但它们的命运 却比企鹅悲惨得多 其实企鹅的英文名 Panguin 在拉丁语的词源 意思就是胖的 这个名字本来是留给大海鹊的 但是后来 大海鹊灭绝了 Panguin 这个名字 就给了现在的企鹅 大海鹊早在五百万年前 就出现在了地球上 其分布范围曾经非常的广泛 涵盖了北大西洋两岸的广大地区 包括格陵兰岛 加拿大 美国 冰岛 还有西班牙 意大利等等地方 成年之后 大海鹊可以长到75厘米高 大约五公斤重 脂肪含量很高 所以没办法飞起来 这就给人类抓捕 它们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了 过往渔船上的渔民 一次可以抓捕几百只 它们或者把肉吃掉 那吃不掉就卖掉 大海鹊的羽毛 可以用来填充床垫 甚至可以当作燃料 用现在的话来说 大海鹊全身都是宝 曾经有一名英国船员 记载了自己在纽芬兰看到的 猎杀大海鹊的场景 如果你来这儿 只是为了获得它们的羽毛 你根本不用费事 去杀死它们 只要按住一只 直接把羽毛拔出来就成了 然后你把这只可怜的企鹅 扔到水上飘着 一半的皮肤脱了毛裸露着 有大把的时间 可以慢慢死去 杀戮就这样持续了几百年 也许有几千万只的大海鹊 成了人类的盘中餐 1844年 最后一对大海鹊 被人类抓住 掐死了 它们被以九英镑的价格 卖给了一个商人 两只鸟的内脏 被送往哥本哈根皇家博物馆 此鸟的皮被做成了标本 展示在洛杉矶自然历史博物馆中 人类从16世纪开始 寻找新的航路 全球化的序幕被拉开 地球动物的灭绝速度 也开始加快 500年间 有超过320个鹿漆脊椎动物物种灭绝 剩下的脊椎动物的种群规模也平均缩小了四分之一 接着呢 我们来说说 人类干的第三件事 栖息地碎片化 这个说法呢 听起来有点奇怪 那栖息地都在一个陆地上 怎么就变成碎片了呢 作者举了一个例子 一只老虎需要100平方公里的活动范围 因为只有这么大的范围 才能提供足够的食物 但是人类进来了 在这里盖房子 那里种庄稼 整个生态区被切得七零八落 这样一来呢 老虎就没办法生存了 类似的 在新闻当中呢 我们经常听到 泰国或云南的大象进入村庄 踩踏村民 这事呢 反过来想 其实是人类切断了大象的栖息地 大象的生存环境被压缩了 那才会闯入村庄 自然界保持和强化生物多样性 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面积 同样的环境下 面积更大的地区 生物多样性越丰富 更小的地方则弱一些 现在 人类不断侵占森林 不断切断其他生物的生态区域 物种的多样性 就会迅速地缩减 如果说前面说的这些 是人类对单个物种带来的伤害 那么接下来要说的 就是人类对整个地球生态施加的剧烈影响 作者科尔伯特 在世界各地走访和调研 发现地球生态系统已经出现了区域崩溃的迹象 第一个迹象是海洋酸化 海洋酸化 是指海洋吸收释放大气中的过量二氧化碳 海水逐渐变酸的过程 在第三次和第四次生物大灭绝当中 都出现过海洋酸化的现象 在意大利南部 有一个名叫阿拉贡岛的小岛 作者发现附近的贝壳类的动物 因为长期遭遇酸化的环境 外壳已经变得破破烂烂 贝壳里的肉都露出来了 原因是这样的 阿拉贡岛位于非洲大陆板块和欧陆板块的交界处 岛下面有很多板块挤压产生的裂缝 会不断地释放出二氧化碳气体 这些二氧化碳使得周围的海洋环境变得非常酸 而海水酸度越高 生物的种类就越少 海水酸化会冲击贝类珊瑚等生物 同时也会催生许多毒藻类的生长 澳大利亚著名的大宝礁 就是因为海洋酸化 在过去三十年里 珊瑚已经减少了百分之五十 预计再过五十年 这些珊瑚将会全部停止生长 并且开始溶解 此外呢 整个海洋会因为酸化改变光线摄入的强弱 改变声音传播方式 海洋中的微生物种群也会受到影响 微生物灭绝一个直接的后果 就是大量的鱼类将要饿死 你可能要问了 海洋酸化是海底板块挤压引起的 那与人类何干呢 人类从工业革命开始 燃烧了大量的石油 煤炭 又砍伐了大量的森林 导致植物不能够吸收足够的二氧化碳 这两者加起来 人类在进入工业革命之后 就贡献了5000多亿吨的碳 这些碳只要跟海水接触 就会溶解进海水 导致海水的pH值不断下降 也就是说海水在不断的酸化 在这儿提供一个数据 1885年 也就是差不多120多年前 海水的pH值是8.2 但由于我们的碳排放总量一直在增长 所以预计到2100年 pH值会降到7.8 pH值7.8是什么概念呢 科学家按照这个酸碱度的水平 进行了模拟实验 结果发现 尽管有小部分生物 可能可以更好的适应 但整个海洋的生态系统 会完全陷入崩溃 然而海洋酸化 只是生态迈向崩溃的迹象之一 海洋酸化还有一个邪恶兄弟 叫做气候变化 二氧化碳的排放带来了更温暖的天气 到2050年 全球平均气温预计会上升2到4度 这会让大多数的冰川消失 北极熊会因为找不到休息的冰盖 只能不断游泳 最终活活累死 而一些低海拔的岛屿和沿海城市 则将被海水淹没 人们总以为全球气候变暖 主要威胁的是喜欢寒冷的冻植物 然而气候变暖对于热带地区的生物来说 冲击甚至更加剧烈 作者在南美洲秘鲁以东的安地斯山脉 甚至看见了树木爬山的现象 全球变暖 推动当地的树木 以平均每年2.5米的速度 向山上爬 其中 有一种叫做鹅掌柴鼠的树木 特别的来劲 每年都会向山上挪动30米 树木当然不会真的爬山 但是越来越高的气温 正在迫使这些热带植物的种群 不断向山上移动 在更高的海拔处求生存 然而山顶的面积比山腰和山底小很多 所以随着面积的减少 植物变少了 而植物的数量与规模 又会影响到动物的物种数量 热带地区是地球上物种最丰富的地区 秘鲁境内的一个普通公园大小的区域 拥有的树木种类是加拿大北部的50倍 一旦热带森林的生态系统被打破 地球物种灭绝的高峰期就会到来 科学家预测 到2050年 38%到52%的地球物种将会灭绝 总计数量会超过100万种 这其中包括四分之一的哺乳动物 五分之一的爬行动物 六分之一的鸟类等等 52%的灭绝率 这已经是非常接近第五次生物大灭绝的数值了 但这个数值还不是终点 人类出现在地球上才20万年 但是已经对地球产生了无法消除的影响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德国化学家保罗克鲁岑 发明了一个概念 叫人类式 意思是地球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世代 人类式 就像在白厄纪的地层里 我们发现了恐龙大量灭绝的证据 几百万年之后 人类对地球的改变 对生物的灭绝 也将会留下非常明显的地层学印记 可是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尤其是随着核武器的发明和引爆 人类才开始认识到自己对地球的破坏力 1962年出版的《环保纪实文学》 寂静的春天 曝光了农药带来的危险 从此拉开了环保主义社会运动的帷幕 从那以后 各国开始反思人类行为 建立自然保护区 拯救各种宾威动植物的行动 此外 从保存生物基因的角度出发 人类还创立了冷冻物种库 作为一种智慧的生物 人类也许可以找到逃离第六次大灭绝的方法 比如改造大气 甚至火星移民 但在当下 我们已经在无意间决定了 哪条演化之路要继续走下去 而哪条演化之路要永久关闭 无论未来的结果如何 人类所制造的第六次大灭绝 仍将决定着生命的发展进程